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遗迹了 站在北门渔港岸边 平静的海面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磕架 偶尔可以看到科农架着交法熟练地在里头穿梭 隔着这片海 西数的木麻麻所在的地方并不是陆地而是沙洲 沙洲外面是大海 也就是科农口中说的外海 而里面就是内海 学术上称它为细湖 因为有王爷港沙洲的屏障 北门细湖的养科产业才能如此兴盛 在北门渔港内 一楼楼的科从交法上吊起 放到中盆商的大火车上 对科农来说 今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今年的鹅可以说三分减要跟两分去 是怎样三分减两分 四个桌 先说不出来 你看 开桌 这有时候 整个鹅去到地都会这样 都会碰壳 一整串的科 少说有六成是空壳 收成差 科农今年的收入比往年少了一半 这一楼八百元的价格 对科农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因为盘商可是赔钱收购 若不是科洛沙台风 把云家外海的科棚几乎扫光了 市场供给量因此大幅减少 要不是这样 北门的科可能就罚人问津 是什么原因造成科的死亡率如此的高 热心的九川贝在我们出海实地了解状况 交法在水道行走 还没进入戏湖就给我们一份惊喜 如果对戏湖不够熟悉就有可能会搁浅 但经验老道的九川贝很清楚地知道该往哪里走 这座就是浪水在掘 它会掘青蜜 在冬天出海 能遇到这么好的天气是很幸运的 西湖像镜子般平静无波 一串串的磕 静静地平挂在磕架上 等待海水再度涨起 因为磕是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维生 所以磕农都说 蚵子是吃最大的 因此浸泡在水中的时间长短 以及海水细带养分的多寡 都是影响磕成长的关键 交罚在一片浅滩靠岸 映入眼帘的是滩地上数不完的河上线 这片滩地是河上线的天堂 但磕农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在三年前 这里原本是一片水域 阿伯像这边这匙刷差不多有多大 现在上了三 問題可到了 獨立的 吃得太水 蚵仔也一定要死 放眼望去 這片灘地延伸得非常的廣 無數的磕棚裸露在外 就算貝亞說 才三年就已經淤積的 這麼一大片 面積可能有上百公頃 這山就是 一段開始就 對外海的山頂 山頂 鋒胎鋒 鋒進來 鋒進來就流在這裡 就流在這裡了 這要怎樣 對你們家的 影響很大 就沒那麼多錢了 北門溪湖淤積的影響 不只衝擊養科產業 在溪湖討生活的村民 也無法倖免 炒飯糕的也沒那麼多 主管也都沒去 關起來就 一些魚、蝦子 什麼的 這麼來的都沒那麼多錢 你要怎麼去的 我們這裡以前 別說什麼 像在這隻鋁子 這隻鋁子去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都幾百斤也在這裡 幾十斤也在這裡 這真的 含自己要吃就沒有了 就沒辦法讓人家吃了 那還要跟他們買的 就算被阿說 刷是我的 這句話貼切地 導出海岸的特性 在洋流、潮汐、海浪以及風的作用力交互影響下 海岸是屬於變動的狀態 在清朝雍正時期 也就是18世紀的時候 台南地區的海岸地形 是以島風內海 以及台江內海為主的海岸地形 當時北門羽和馬沙溝這兩個島嶼 都還是被海圍繞著 台南府城和麻豆社 就是靠著內海的運輸功能而繁榮 到了日據時期 日本人兩側描繪的地圖中 北門羽和馬沙溝已經是陸地 而歐汪溪則因為道光年間山洪爆發而改道 變成從七谷南邊的曾文溪入海 馬豆與台南因為內海淤積而成為陸地 不再具有港部的功能 過去的島風內海和台江內海 現在只剩下北門溪湖和七谷溪湖這兩個水域 時間把滄海變成桑田 除了從古地圖之外 現在要找尋海岸變動的軌跡 地名透露了些許端倪 長期做台江文史調查的吳茂城 他住的地方叫做海尾 因為那裡可以靠近海 你如果比較在陸地上面看過 要去海尾 海尾 這個名字是這樣 海尾 不是海尾 短了就是站在陸地看 它比較靠近海 海尾是在台南市安南區 百年來這個原本靠海的聚落 現在離海已經有十公里遠 僅剩下一棟百年古厝 見證了海岸變動的歷程 所以你建材跟陸地建材 事實上已經把海岸變動了 都變成了海岸 台灣西部廣大的平原 就在陸地建材 然後在陸地建材 然後在陸地建材 就在陸地建材 你看看 可能就是高樓大廈 所以你的建材 跟陸地建材 事實上已經 八百年代表現了 台灣西部廣大的平原 就是在一次次的山洪爆發中 逐漸形成 但原本屬於堆積的海岸 現在卻變成侵蝕海岸 從沿海沙洲的消失 可以得到印證 台南海岸由北而南 有王野港沙洲 青山港沙洲 王子寮沙洲 頂投俄沙洲 新福倫沙洲 2004年6月 七谷鄉十分村的村長 就發起 搶救頂投俄沙洲 重數守護家園的行動 這個天空如果不保 我們的石谷也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很重要是 頂投俄沙洲 我們一定要求求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能說 每一年看到的 我們一直在流行 我們都沒有方法去惡事 當時柯農還帶我們出海 實地了解頂投俄沙洲 流失的情形有多麼嚴重 我們在做小孩的時候 沙洲流到一條一條 差不多 這家裡的 還夠尖泥 那裡有的 還夠尖泥 還夠尖泥 還要尖泥 那麼尖泥 還有六百公圖 還有六百公圖 這那樣就 這沒有 這吃到這池也不在地下 沙洲阻擋了海浪的侵袭 細湖因此得以風平浪靜 这里是海洋生物的鱼鹰房 附近十多个聚落的渔民 都在这片海上讨生活 鸭子比较怕硬 我们到时候这个沙粥 慢慢地刮到 不可以 现在它就只有吃油 就有盆油在这里 不可以 一定有来害就有沙粥 起古戏湖所带动的观光产业 也担心沙粥消失的冲击 经过这几年 沙粥流失的情形并没有减缓 台南县政府积极投入 抢救沙粥的行动 2007年1月 台南县政府举办了 手牵手互杀的补动 邀请了七股当地的居民 一起参与 25005年 每天台南县发生 沿海地区 涮天里面发生三个大水灾 这个情形 这个阳中 这个团队就是什么 这个团队就是刷子已经移植 你怎么换来报纸 这个蜡海已经移植 这个刷子已经落到 变掉了 甚至又来破坑 当潮水退去 七股戏湖裸露出大片潭地 过去政府打算在这里盖七清 在当地居民坚决反对下 才保下这片戏湖 更走出工业发展之外 另一条永续之路 这十年来我们的观光客 带来这个油这个蜡 每一天会拜六日拜 会大家比较多六十只油门车 来我们这个地方 油蜡 我亲像我们这个蜡 我们有一万五千几人 在这里用十蜡蜡 我们的下蜡 这三天三天都没去 我们这个就被外海了 外海了 我们要吃蜡 就没吃蜡 可以保佑我们这个土地 可以保佑我们这个管 我们这个中央 可以进步这个环境更好 经过隆重的祭天祈福仪式后 就开始今天主要的工作 鞭竹梨定沙洲 若不是今天实地到这里 看到顶头额沙洲的样貌 居民实在不敢相信 沙洲侵蚀的状况 是如此的严重 那就是那些鞭竹梨 现在来 就一直在里面 现在做风鞋 那些水都沿在里面 都沿在我们森林里面 我们庄山里面 那些草都要入住 我们以前 在里面 在这里 还要到海山 今天 鞭竹梨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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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天 强劲的东北季风 会把沙洲的沙吹走 严重的话 一年可以吹掉一公尺高 这些沙子 就堆积在溪湖内 十年前 旗鼓溪湖面积 还有一千六百公顷 现在只剩下一千公顷 差不多这十年来 沙洲往内飘移 差不多八百公顷 八百公顷 不只是往内飘移 整个溪湖都移积了 然后海浪 已经要打到岸上 打到岸上 所以现在 鞭竹梨来的时候 整个地方都淹水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沙洲 把它加高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种方式 把它挡下来 把这个沙挡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已经实验过 效果还不错 不错 西湖的沙子为什么会堆 因为在海岸的平衡当中 可能受到波浪的作用 它会堆积 会堆积前海的地方的沙 往西湖内跑进去 还有另外西湖旁边的飞沙 你如果到西湖去 你看到冬天的时候飞沙很重 陆地的沙子很高 有时候风飞沙 也会把这些沙子弄进去 所以西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这十几年来 是慢慢慢慢在 面积在缩小 大自然力量 让海岸在变动中维持稳定 但是人为的干扰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海岸的平衡 如果你自然的地形 在那个地方 它会自然平衡 海岸线因为有河川的疏沙 它在某一种情形下 它慢慢慢慢 这个海岸就很稳定了 但是因为人总是要盖 渔港 盖一些港口 或者海岸的结构物 如果有结构物的话 它上游面就开始有移沙 下游面就会侵蚀 所以最明显的例子 大概就像江津渔港 盖了以后 北侧的提防附近都会移击 因为在南部的这个海岸的 尸杀的优素是由北往南 大部分都由北往南 所以北侧的防波堤就会移击 南侧的防波堤就开始刷 所以这个从江津一港 青山一港 带好以后 七股的海岸 就慢慢慢慢再往后退 抢救沙洲大作战全面启动 借着苏县长实地献刊 王野港沙洲定沙工程的机会 我们踏上沙洲的南端 这里就位在江津溪出海口的北方 台南县政府水利局 正在进行抽沙工程 黑色的铁管从海底一直延伸到沙洲上 乌黑的海水含沙量极高 沙洲上围起一个凹槽蓄水 因为沙地的透水性极佳 海水很快渗透到地下 流下来的就是泥沙 而在沙洲的另一个地方 正在施做大型的定沙工程 长长的水管用水在沙地上 沖出一个洞穴 再把竹竿插入固定作为机桩 然后再把长条的竹片 一前一后的固定在竹柱子上 形成一道墙 这个是比较柔性的一个 边理定沙的一个方式 那整个风飞沙的部分 是比较下面低侧的部分 是有阻挡风飞沙的效果 那在顶部的部分 可能现在是高层不够高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 从西湖里面的一个抽沙的方式 去把沙回填到整个 我们所边理出来的一个格框里面 那使它产生一个整个一个加厚的效果 那最顶部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留差不多一米的空间 让它还是持续的 整个培后加高以后 以后持续的 还是具有一个阻挡风飞沙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这个沙丘再造工程 总经费一千九百万 计划施坐长度两千八百公尺 宽度八十公尺 高度三公尺的沙丘 以阻挡台风暴潮直接清洗到陆地 跟着水域局海岸保护的客长 前往西湖西湖中最脆弱的青山岛霞州 这次我们搭乘的是载运钢板的工作船 小船在西湖中前进 因为西湖淤积严重 这里的水深只有一米左右 而在沙丘上施工的怪手清晰可见 绿色的钢板连接成一道长墙 阻挡沙子流失 这是抽沙船 它主要目的是 把矽谷里面的一个浴基的一个浴沙 然后我们现在 因为外海的沙源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整个外海的一个 仰灯的一个沙源是 就借着清梳矽谷里面的一个浴沙 然后整个抽到沙舟上面 然后它如果外流出去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 仰灯的一个作用 我们所占的这片摊地 在民国八十四年的测量中 还满布着客架 如今大自然的力量 把沙舟不断的向内推移 这是今年的一个科罗沙 跟前面那一个 就我们之前来测量的时候 它沙是差不多到这边 整个沙舟高度 那短短几个月 就差不多三四十公分 就整个往东南测 一直整个浴进去 青山港沙舟是七湖西湖中 最长的沙舟 高度也最低 今年台风过后 又冲出一个新的潮口 要维持西湖的生态功能 学者建议用软性工法 先把西湖内预知的状况 调查清楚后 再拟定计划 分期 分区 把沙抽到前海 海浪自然会把它送到沙丘 那样的软性工法 对环境会更好 那对成本来讲会更低 把这些沙 不要拿起来以后就乱丢 不是放在海岸 那你可以不分放在沙丘 如果每年 可以去估算 你一年沙丘 对嘛 从高度从多少 减到多少 你可以把它回补嘛 对不对 剩下的就是海岸的 海滩的嘛 你这个一平一算出来 永远就是我们 经过两年以后做一次 经过两年以后做一次 那只有工 工钱而已嘛 对不对 没有花费什么成本嘛 从边离定沙 直升固沙 到抽沙再造沙丘 台南县政府多管齐下 希望维持细湖 与沙洲的功能 但在河川输沙量 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本来占领台湾以后 他对台湾的水土保持 河川有做一些整治 这时候河川的沙 输沙就越来越少 所以就长期以来 经过我们的观测 资料的研判 大概一百多年来 一百二十年来 台湾的西部海岸 的海岸开始侵蚀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黄黄灰老师 以曾文西为例 他造就了台南地区 广大的平原 输沙量应该是相当的大 但在曾文水库盖了之后 输沙量大幅减少 这八十年来 曾文西出海口 甚至倒退了两三百公尺 曾文水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曾文水库原来的有效 有效容量是七亿两千万吨 到目前为止 大概剩下五亿八千万吨 那差了一亿四千万吨 就是一砂 那一砂对水库的寿命就减少 所以国内有关这方面的专家 或者是主管机关 应该多花一些精神 怎么样把水库的一砂处理 而把这些砂 又能够把它运移到海岸附近 来做养滩的工作 那这样的话 这会变成一级两河 所以这种统合性的观念 必须要中央高层单位 对吧 有一个可能我们国内 要有一个带有共识 但是你看 现在有关水的问题 沙的问题 水土保值局历史农委会 水历史历史经济部 所以很多 因为横向联系上 就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样呢 要有整合性的计划出来 可能是跨部会的整合 在河川上游 拦沙坝 拦河眼和水库 却把沙石拦在上游 而进入河川的沙石 在输郡之后成为营建材料 这也难怪 下游的河口海岸以及滨外沙洲 缺少沙源补助 变成了侵蚀海岸 政府并没有建立一套流域管制机制 把河流输送到海岸的沙源 还给大海 当西部海岸的沙滩和沙洲慢慢消失 到时候 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自然的海岸环抱保岛 而对沿海产业与防洪体系的冲击 更是难以评估 海岸侵蚀的成年问题 何时才能得到政府关爱的眼神呢